佛法讲知足之法就是复乐安营之处 讲的知足也是一个法门 一个人学博也好 不学佛也好 能够知足的人 他就是能够富有和安乐 知足之人 虽卧地上尤为安乐 不知足者 虽在天堂 义不称义 就是告诉大家 知足的人 我睡在地板上 我也是很满足 不知足的人 你就是让他到了天堂 他也不会心满意足 不知足者 虽富而平 知足之人 虽贫而富 想一想 阿拉伯的王子 三十岁 三十三岁 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他拥有了全世界 所有的黄金和美女 他什么都有 还有皇位 但是他就是没有命 而我们今天不能像他一样富有 但是我们今天还活着 那就是我们最富有的人 传说 在八仙当中 有一个仙人 叫吕洞宾 吕洞宾 非常的有意思 他很喜欢到人间来走一走 有一天 他下凡 发心了要救度 有缘众生 他看见一个少年 泪流满面 于是 他上前就问道 小朋友 你为什么要哭啊 少年 叹了一口气说 哎 我母亲 卧病在床 家里没钱 请大夫 我想出去做工 可是母亲 没人照顾 吕洞宾一听 心里 窃喜 心想 难得世间 还有这么孝顺的孩子 为了资助这个少年 吕洞宾 使用把术 把他的一个手指 变成了金色 然后指着一块很大的石头 变 这块石头瞬间 变成了黄金 并交给了这个青年人 没想到青年人摇摇手 表示不要这块黄金 吕洞宾心里更加欢喜 说这少年竟是一个不贪恋黄金的君子啊 吕洞宾问 吕洞宾问 孩子 你为什么不要黄金啊 这足够让你和你的母亲两个人过几年都不愁穿衣素食啊 少年 少年一脸贪恋的说 你给我的黄金 总有用完的一天 我要你的金手指 以后只要我需要钱 我就拿这个手指一指 遍地都是黄金啊 吕洞宾听了 唉 叹息一声 飘然而去啊 人的欲望 那是无止境的 人就是这样 越是拥有的多 越想诉求的更多 拥有的越多 就越堕落 所以人有欲望 但是不能贪心啊 学会知足 才能得到人间真正的幸福快乐 台长经常想 人有时候活在这个世界上 看不到光明 一旦看到了光明 又不能走对自己的路 就像一个苍蝇趴在那个玻璃上一样 苍蝇趴在玻璃上 能够看到光明 但是找不到出路 飞出去啊 我们人也是这样 有时候知道我们的未来会非常好 但是我们就找不到一条 让自己离苦得乐的道路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博 要开智慧 学会放下知足常乐 不要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 在人间多壮西碰 让自己坠毁在五欲六层之中 找准自己学博的路 好好地走下去 那就是你的光明之道啊 碰到事情 不要因为心中的佛灶而搞砸很多事情 想一想 我们的心是不是被某一件事情捆住了 绑住了 为小事情生气的人 他一定是没有智慧的 因为别人的一句话 因为别人的一个表情 而伤害自己几天一个礼拜的人 他实际上就是被外境所染 放不过自己的人 就是被别人牵住感情的人 所以要放下 要用智慧的慈悲处理问题 我们人不会想不通 我们心能够自在 因为我们放下 不管在任何情况 心要平静 海纳百川 能放下别人对你的任何的意见 你就是慈悲 心里能够放下自己 那你就下智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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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